順便我講話聲音就變激熱起來 不好意思簡單散場一下好了 就是剛剛兩個部分我想到 不知道跟原意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呼應這樣 第一個部分就是有提到說 柯P讓大家選說社子導要哪一種嗎 三選一 然後但是其實沒有回答說 那為什麼前提是開發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最近期有一些討論就包含 對不起又Q一次就合作了下一次的那個數位實際專題 其實有在反 好對就大家可以去實際上他剛才也有貼了 然後有一直在反省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一兩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包括距離出來了有很多新的很分析的視覺化 直接新的科技技術啊 新的公民參與方式啊 等等 但他會不會因為這些東西 然後大家忘記參與的本質 其實還是有一些很根源的東西 會因為這些很分析的技術反而沒有被看到 那這是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其實我也剛好來 echo一個東西 就是剛才拉出那五階段我覺得超重要的 就簡單三十秒打來廣告一下 就我自己在一部工作職的專案啊 我們就有發現 當你直接跟民眾說參與很重要參與很重要 大家來參與吧 但你直接說大家給我們一件 然後大家給一件通常都很爛 那你先給人資料出來 你先把我們自己內部可以開放的東西出來 之後再來收資料 那個品質差異超級超級大的 結果大家感覺出來那個分階段其實是有程序在做 那我必須要說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今天非常幸運是我們最專業去台灣 在幫忙做最快關於實質公民參與的姊姊 就在這裡 就是傳說中的台灣民族 神義民族之母 對 看這個 所以那個 他剛剛你常在講的時候 他就都會一直丟訊息說 你知道嗎這個 我會有跟台北灘灘思念 都有這些三關討論 就等一下 中間收集就自己來 然後再來好第三位了 第三位是廖瑜伽要講的 剛好又跟 這次是廖瑜伽要講的 是廖瑜伽要就用來 這個